Coco早餐 这是星期二双周刊的天下杂志最新一期的报道介绍给各位 在我们的线上是天下杂志的资深传述黄奕云 奕云好 早安 非常谢谢 我们知道在数年以前很多人就发现了行动跟网络已经吃掉了我们的生活的全部 这次你们所做的就是行动已经取代了电脑 然后一只手指头就搞定了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里面有非常大的商机 我看到你们做了好多的部门 跟我们介绍一下指尖上的生活圈 是我们这一次做的这一个报道 事实上就是来告诉那个台湾的读者 就是在中国大陆事实上在他们的手机的普及率已经非常的高了 大概就是超过了那个无一支的普及率 那这个智慧手机到无一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他的上网的人口数 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那个行动网络的人口 那对 所以他这样的一个人口的红利啊 自然就撑起了这个手机的行动的生活圈 产生了非常多中国式的服务创新 是啊 这个亦云你们的报道非常重要的缘故是因为台湾啊 因为网络是无国界的嘛 对不对 也没有将界这个的阻碍 所以台湾的很多的业者他们也看到了这个大陆的行动上网的客户这么多 这个人口红利对我们的台湾的业者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 而且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我们先从台湾的你们所报道的几位几个业者 特别是卖水果 其实大家都觉得卖水果很困难 是因为这个卖水果它有非常多的这个物流上的挑战 那所以就但是就对岸的商机来说 他会觉得说如果可以吃到台湾产地直送的水果 对他来讲当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这次采访了像是奇山的业者啦 或者是说像是台湾这边台北这边做贸易的业者 那个杰克斯这边 他们就发现说其实从甘肃那边都有中国的网友 他只要透过手机上那个淘宝上天猫 就可以买到台湾这边的文旦送过去 这也是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台湾水果输出的一种方式 所以换句话讲对台湾的这个网络业者 或者对台湾的所有业者来讲 恐怕这个指尖上的生活圈 我们也某种程度上面也可以获得大陆的人口红利当中的部分的理论 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在立法院等着三读的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这个专法草案 在如果说顺利的话九月之后通过 那这个跨境的这个支付 那就可以被打通 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确实在做两 就是说两边的这个支付的流动 会变得比较畅通 那这个生活圈就可以 大概是可以被打通 那当然台湾的业者也有机会去做这个O2O的经营 在台湾这边的市场 是好我们这个特别呢看到指尖上的生活圈呢 现在最新一期的天下杂志所报道的 当然是以中国的五亿的上网的人口 而且是行动啊 在这个网络的用户 他们所带动的一个商机跟生活方式的改变 那大家都在手机上面呢 一来一去可是你都可以搞定 那现在他们还有这个经过QR Code 有没有就去买东西 然后就把手机放东西就出来了 或者是我这个要去餐厅吃饭 那我在路途当中我就可以点菜 然后等到了餐厅的时候菜就上来了 是啊 它这个O2O有一个好 有一个比较让我们觉得惊奇的地方 就是说它是很多剩余时间跟资源的在里面 就像Cole姐的刚讲可以先预定 那餐厅接到订单 她来准备她的菜单 然后甚至空余的时间 她都先把它定掉 那这样的话对于资源的运用是好的 那那个是阿里旗下的这个淘点点 她做了这样的一个订餐 还有选餐厅的预约的服务 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应用 我马上想到的是说 如果我准备好了我的客人 他不来了怎么办 但是如果说像淘点点的话 它是手机可以先预付款的 这个蛮重要的 基本上它还是有一些机制嘛 对不对 最重要的就是说在大陆 其实交通是非常困难的 特别是你们写到了北京 北京要叫出租车是 这个在特殊的这个拥挤的时段 或者说天气比较不好 下雨的情形之下 好困难好困难好困难 所以这一次有一个叫车系统 对我自己在北京出差 也有打过一个小时的车 叫这辆车叫不着 非常可以体验这个痛苦 所以他们有一个打车的软体 在去年在中国非常红 叫嘴嘴打车 就是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让司机能够上网去抢单 然后乘客可以先预定叫车 这样就不用空等那个时间 所以我在哪里立刻可以定位 然后出租车司机 他也可以从网络上一看 就是说哪里有叫客人的 我就多一点 我就往那里走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们在采访那个司机的时候 发现他们不但就省了 20%空载率 那也让他们的收入 也可以有相当的提升 可以不要浪费他们的油钱 跟时间 这个是指尖上的生活圈 这个大陆已经过去 有一个叫舌尖上的中国 现在第二季正在中央电视台 这个热烈放映 备受欢迎 你们好厉害 立刻起了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指尖上的生活圈 这个是未来全世界的人口 当中的一个趋势了 那海你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叫车了 订餐了 跟这个购买 这个网络上面 无疆界的购买之外 现在在大陆 他有些企业性的经营 比方酒店 这个用手机来订房 来自动的入住 以及那是最理想的是理财 对不对 对事实上这个理财的部分 我们也发现了 中国他们 也就是他们发展了 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这个法案 因为他们比我们台湾这边跑得快 所以在理财这个部分 像阿里 他推出这个余额宝 事实上去年在中国 大家都觉得 这只是口袋零钱而已 没有想到 既然聚集成中国最大的一支基金 那事实上 不止理财 也有线上做这个贷款的服务 就是譬如说 像中国最大的民营的金融龙头平安 他们旗下的这个陆金锁 就是在做这个线上 P2P个人的那个贷款的服务 在网路上 你就去做这个出借者 还有那个贷款人的这个媒合 那当然都是小额的为主 那这个台湾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就是在金融的部分 我们这边事实上是 保障这边的人 所以管制的比较严格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 事实上是还没有开放 其实刚才这个易云提到的 就是说贷款 这个网路上面媒合 大陆他们这个金融 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系统 就是他可以做媒合的 就是愿意出钱 要借给别人的人 跟要借钱的人 他中间做一些信用上的机制 然后把要借钱的人钱拿过来 然后去租借给别人 这个其实在实体上面 已经有非常多的成功的案例 那现在是要在网路上面媒合了 而且是透过行动系统 这个恐怕我们台湾金管会的脑袋 要震荡非常多次才会愿意做到 是是是 这个是在金管会的这个范围上面 是比较concent比较多的部分 在这个理财的部分 你帮我们介绍一下陆金所好吗 就是说这是来自上海的 这个一个非常特别的 一个金融机构 它是民营的机构吗 它怎么得到这个在 你知道金融的管理 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因为它一旦失败 它的社会的损伤力是很强的嘛 那他们怎么做到的 事实上这个陆金所 它还蛮有趣的是说 它原本是中国最大的 这个民营金融龙头 就是平安集团下面的 第16间子公司 是 那很有趣 事实上陆金所我们后来发现 它里面的这个 提到的几个管理的高层 大部分都台湾过去的 比如说他们董事长 纪魁生 是以前台湾的那个 台新金的这个营运长过去的 那总经理谢宏元 也是台湾这边过去的 那副总经理 在副总经理也是台湾这边 有台湾背景 所以事实上他们就强调说 就是除了这个网络的这个创新 快速啦 方便之外 他们很强调金融的风险空管 也就是他们会 那个就是线下 实体平安集团下面的 这个担保的公司 来为这个他们的会员 都做过一亿的征信 个人的信用平等 那这样网络上去做 媒合的事实上 事实上对于他们的金融机构 还有对于民众也是一种保障 所以他不是无限制的 像诈骗集团 这谁来都可以 他还是有让线下的这个 就是线下的这个资源 可以好好的运用 我觉得这是一个 虚实整合的好 对他基本上来讲 这一点 有点像互助银行一样 就是说 这个基本上他可以让 既有的那些传统的 既得利益的金融机构 他的这个垄断是被打破 因为特别大陆 他有一些大的金融集团 对不对 那其实在 人与人的互信上面 像这样的媒合的金融 其实在台湾 你看台湾的人才 因为我们的环境的不允许 因为环境的这个 无法松绑 所以他们在大陆 开创出这么好的一个金融平台 那就是在手机上面的 用APP互相的来贷款 而且是提供贷款的是 这个一般的金融的投资者 对不对 我要去 我要放款给别人 然后人家这个中间 有这个媒合的机构来做 这一点 其实在未来 或者我们金融会 也会有一个发展 但是还有一点 就是事实上 现在网络上面 创业基金 天使基金 也透过网络 来这个 非常跑步 对嘛 我们学运的时候 不是也有人捐款吗 后来好像还被打枪了 好的 我们最后一分钟 请教这个 易云 告诉我们 指尖上的生活圈 你们是把中国大陆的强烈的趋势 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报道 这个完整的报道的背后 其实它还会有一个 非常大的蝴蝶效应 可能各个产业 都要进入一个指尖的形态 事实上我们发现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 这个O2 行动生活圈 最大的一个对决 也就是打破了 线上 就是网络上面的 那个网络公司 跟线下的 这个实体的公司的 一个界限 那最明显在中国大陆 像以前 实体最大的这个3C卖场 苏宁电器 大家都知道 卖3C用品 去年也改名 叫苏宁云商 没有办法 这网络趋势太大 它需要趋势整合控架 才不会被金融到商城 抢完它的那个顾客 另外一个 当然像是最大的这个地产王 就是他们的首富 王健林 他本来跟马云 也打了一个赌啊 那后来自己赌局 说不打了 因为他自己也跨上 这个网络的 因为他本来 瞧不起电子商务 说电子超过超过50% 他叫赌马云一亿元 后来发现他 这个吞回去了 是不是 对 他吞回去了 所以这个最大的一个现象 就是这个虚实产业的整合 甚至王健林说 未来没有所谓的电子商务公司 大家都 人人都是这个网络的 所有的产业 都在实体跟网络上面 要结合在一起 才能够成功 谢谢你啊 谢谢易云 黄亦云小姐 天下杂志的资深专述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了 忍徒 忍徒